日前,中国队在2024国际建联青年花剑世界杯无敌内战比赛,狂揽四金的消息让外界倍感惊喜。 女子花剑团体决赛,中国队在落后6分的不利局面下上演大逆转,最终以45比44决杀意大利,获得冠军。 男子花剑团体决赛,中国队以45比34再次击败意大利,获得金牌。 个人赛中,中国小将曾绍然获得男子花剑金牌,赵锦岳获得铜牌。 女子花剑项目00后星星徐紫怡为中国队再添一金。 作为中国奥运军团的冲金主力军之一,中国基建队在奥运赛场取得了累累受过。 2008年北京奥运会,重满夺得男子配剑冠军,为中国基建队实现了该项目奥运金牌0的突破。 4年后的伦敦奥运会,小将雷生在男子个人花剑决赛中一名惊人获得冠军。 这是中国男子花剑队拿到的首枚奥运会金牌。 此外,中国女子重剑队也曾获得奥运会亚军的好成绩。 李约奥运周期,中国基建队在国际赛场的整体竞争力有所下滑。 无论是男女重剑、花剑还是男女配剑及团体项目,均南登顶世界第一宝座。 李约奥运会,中国基建队遭遇不小打击,竟收获一银一铜。 2020年东京奥运会,中国基建队在男子重剑团体、女子重剑团体和女子配剑团体项目再次无援冠军。 好在孙一文在女子重剑项目夺冠,避免了队伍再次奥运无金的尴尬。 小将爆发,狂揽四金。 目前,孙一文、朱明烨、林生、许安琪、蓝明豪、王子杰、许英明等是中国基建队冲击巴黎奥运会的主力军。 但从近几个赛季的世锦赛、世界杯等成绩看,中国基建队在巴黎奥运会夺金的难度不小。 除国家一队之外,中国基建青年队的表现同样备受外界关注。 在现如今,群雄并起的世界剑团,这批新生代选手是中国队的未来和希望。 本次在屋迪内举行的国际剑连青年花剑世界杯,多位中国小将让人眼前一亮。 男子花剑个人决赛,曾少然顶住压力,为中国队拿到金牌。 另一位中国选手赵锦岳获得铜牌。 女子花剑项目,徐子怡获得冠军。 男女花剑团体决赛在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之间进行。 男子团体决赛,中国队以45比34击败对手获得冠军。 女子花剑团体决赛,中国队在比赛中一度落后6分,最终一剑绝杀意大利,以45比44获胜。 不少网友直呼,后生可畏,中国基建队有希望了。